Eugen Phelps跟Brian Davis這對昔日戰友 成為今晚經久跟台皮比賽的亮點之一 兩人不但在場上有激烈的肢體碰撞 戰火甚至延燒到賽後記者會 贏球的BD更是嘴巴不留情 最終是敗敗KKL KKL是唯一的隊伍在SBL 我從來沒有失敗 對 我從來沒有 沒有 只是一個遊戲 那是我的男生 但在場地我們是相對的 我決定贏 他決定贏 這次他決定贏 希望下一個遊戲我們會贏 所以我們會看看 比起BD的嗆聲 Phelps就顯得謙虛 另外其實是年紀 也比BD小三歲 所以對於學長的教訓 還是得虛心接受囉 他可能是因為我來這裡 他告訴我這個組織 因為我可以去澳洲 但他告訴我這裡很不錯 隊伍很不錯 是一個好組織 你能賠償時間 所以我來這裡 基本上是一個馬賽 不是一個跳舞 所以你必須要花時間 這是一個長期 你必須要有一個馬賽 你不可以跳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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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年前在波多里 一個鄉市中間 各自為籃球生涯奮鬥 現在輾轉都來到台灣打拼 也讓人更期待未來 David跟Philp之間的bromance 還會激出什麼火花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